當初是美國的研發 那在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 就陸續買了這樣子的機種 一直浮育到這邊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體積小 有力在空中做一個纏鬥 所以即便到現在 其實美國還是覺得 這一個F-51的戰鬥機 讓他們去做模擬演練的時候 是很好的一個假想敵的機種 但是對台灣來說 這一次要展示就得好好看它的身影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是按照它的飛機使用的年限 說真的半個世紀了 每天這樣訓練 其實它的時數也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國防部本來就有預計 在不久之後 F-51系列戰鬥機就要全部除翼了 好 但問題來了 除翼沒有關係 你少了這個機種 我們在現在的時空環境的背景 還有我們的國防預算的 這個有限的壓縮之下 我們到底找到了它的 接班的機種沒有 不然的話像這樣子 萬象2000出世 然後呢 這一個F-16出世 所以要看到F-51 那如果之後這樣F-51都除翼之後 我們到底找到了 接班的飛機了嗎 校尾 賢威說的也沒錯 就是說真的 現在對於我們國軍來講 那個F-51除翼以後 未來要做什麼東西 來擔任它接替它現在這個角色 還真是讓人覺得滿頭痛的 真的滿頭痛的 對 我們現在來說 F-51它這個飛機 它當初在國軍的這個角色 當然在換裝現在F-16換下2000 還有F-CK-1經國戰機之前 它跟F-51來講是我們國軍兩種最主要的戰鬥機 F-51雖然它是單放機的飛機 但是它其實反而比較複雜 它可以做全天候的這個任務 F-5反而不行 那時候F-5它這個飛機 它美軍設計的時候對不對 它就是要把這個飛機作為一種 定義在一種外銷的飛機上面 就是專門賣給別人 專門賣給它 自己不用 自己用一點點 就是你看美國海軍 美國空軍的假想敵中隊 都採用了這個F-51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F-51這個飛機 真的就剛如雄威所說 飛機很小 你在空中在纏鬥的時候 你要看到它很困難 要看到它都不容易 對 要看到它都不容易 因為小小的嘛 所以你雙方要能夠進入纏鬥等等 也考驗到就是當時 美軍的飛行員在空中尋找目標 然後尋找目標以後 在空中纏鬥中 如何去鎖住跟擊落對方 所以可以練的話 練兵是很好用 而且因為你那時候 美軍在F-5那個時代 他們那時候是用F-15 F-14還有F-4等等 它這個可以營造一種叫什麼 叫做異基種對抗 就是兩種不一樣的飛機 大家在兩種不一樣的飛機上面 來對抗對不對 才有真正打空戰的FU嘛 結果如果說我也是F-16 你也是F-16 我們兩個性能相當 那打起來就不好玩了 對 所以那但是F-5 來到我們國家以後 它基本上其實 它的全盛時期 大概在民國80年前後 那個時候它一共 熊熊有多少 熊熊有五個 飛行大隊 也就大概基本上是有 那個部署的大概300架左右 300 一個大隊60架 對 約300架的飛機 當時因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約300架左右 這300架的飛機 其實當時擔負起了 我們國軍重要的一個空房 因為那個時候 邀動斯的性能又不好 但是隨著二代機進來以後 其實那時候 二代機進來以後 我們的那個F-5真的是 真的你是只見新人 不見舊人 反正這個F-5 這個舊了嘛 就把它汰除汰除 甚至於前幾年 我們送給美國一個博物館 有一架F-5這個飛機 各位觀眾你知道嗎 那一架飛機才用了3000小時 其實它的時數 應該是 你是先有1萬 對 我們一架飛機 這個F-5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做一些定期的保養 然後每到一些年限 你去更換一些重要的料件 這個飛機可以至少使用到1萬小時 結果我們是3000小時 3000小時就除以了 所以你看 就除以啦 這麼省啊 對 所以你看 我們那時候國軍多大氣 真的太大氣 送新飛機啊 對啊 但是後來 那時候其實同一時間 你在把這些飛機太除的時候 其實曾經那時候有兩個呼聲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把這個飛機 改 做一個更改 做個修改 改成一個叫做TF-5 TF-5是幹嘛 它是一種步驅教練機 它其實就已經把你可以 甚至於它可以 因為我們台灣之前自己 我們生產過F-51 F-5嘛 對不對 由航發後來的漢翔 我們有生產整機 除了發動機之外的 整機的生產能量 所以那時候漢翔裡面 就有建議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F-5 把它單座改雙座 然後另外用一個虛擬的雷達 然後抬頭顯示器等等 你可以把這個飛機 做一個虛擬的一個 新一代機的這種前置教練機 那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建議 就是說要把我們的F-5 改成一個叫做Tiger 2000 對 裝上那個IDF的雷達 再縮小 而且也可以掛一枚 天艦二型 中程空對空飛彈 其實當時如果這樣改 因為那時候你那樣改的時候 你飛機整個還要做性能提升 對不對 其實你那時候改的時候 其實後面你十幾年 就用這個飛機 就用的其實可以說是會比較好 不過像大概如果 觀眾朋友印象的話 大概前幾年 大概2007 2006年的時候 F-5經常出一些飛彈狀況 因為那時候它主要就是 有一些部件老了 但是沒有做一些更換 所以未來你看 F-5現在你可以看到 現在大概的飛機 大概每一下大概運用到 大概6000多 7000小時 就也差不多了 大概010000小時 但是所剩時間不多了 就是跟國防部安排的時間 要處理的時間 其實差不多 對 已經很接近了 對 所以大概 你在台灣你看 最多再看5到6年 甚至7年左右 所以你看這次台東基地開放 哇 吸引了這個各地 台飛機的飛機迷 都要衝去台東 對那個促進台東的地方經濟 真的很有幫助 那未來 其實未來比較麻煩 就是你F-5太除以後 其實現在國防部 有很多新的這個購機計畫 因為F-5現在在台灣 他擔任了一個任務叫做什麼 他叫做部訓隊 何謂部訓隊 就是你在官校 已經飛完了這個 出高級的教練技以後 你知道飛行怎麼玩 但是你還不知道 戰鬥單位是幹什麼 就是說你從一個學官 我已經會飛了 但是到作戰部隊 實際執行作戰 實際執行就是另外一件事 對 就是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 他們就必須要在部訓隊 去學習整套的作戰 跟作戰相關的 不管是提示 規循 空中的作戰 BFM 然後最低大射等等 都需要在這個部訓隊中去學習 這個就是部訓機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未來你這個飛機太除以後 部訓機在哪裡 不曉得 因為當時我想 如果各位有印象 大概兩三個月前 我們國防部曾經說 我們現在對於想要買 美國的F-16 CD不感興趣了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設定 要買這個F-16 CD 就是希望能夠把台中跟台南 兩個操作FCK-1經國戰機的單位 將其中一個連隊的FCK-1經國戰機 移到台東去作為部訓機之用 所以現在如果說 你現在未來F-16這個案子 對不對 沒有成交的話 那你未來6到7年之後 F-5太除你馬上會面臨到 這個IDA 就是未來的部訓機的空隙 但如果其實你如果 從整個戰機騎乘規劃來看 你如果現在已經沒有下訂 你6到7年之後 你是拿不到型飛機的 對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問題 要考驗我們國防部要怎麼做打算 也要讓全民繼續來監督下去